就是韓哥江成浩首次現身電影 玩命關頭東京甩尾 在電影裡飾演韓哥一腳 話不多但卻具有獨特魅力 讓他瞬間走紅成為好萊塢舉行 日前有民眾在基隆大五輪海灘 捕捉到韓哥的身影 而除了他以外 還有另一位女星貴輪美 根據了解韓哥會出現在這 是因為正在拍攝 盧貝松導演所監製的新片 週末在台北 民眾得知偶像出現在台灣 也特地前來朝鮮 沙灘車在沙灘奔馳 發出震撼的引擎聲 另外在片場還發現一部綠色跑車 但是劇組把他用藍色的布蓋起來 而基隆市的交管公告 也間接證實的確在拍戲 期間在7月24到26 以及8月14號 我們會進行管制 那這段時間是在平日舉行 請各位旅客朋友 就是盡量不要到該場域進行游棄 野生版韓哥不斷出生在台灣 更是另一位玩命關頭男星 陸克伊凡斯合體拍照 為新片增加話題 現在請問 林俊豪 電影玩命關頭裡 同款跑車開進球場 所有人歡聲雷動 好萊塢含義美籍男星 江成浩首度替中華職棒開球 球不落地 準準準頭向本磊 被問到表現如何 姜成浩還很謙虛 非常緊張 我害怕球會進去桌子 或打碟蓋蓋 1 1 out of 10 我幸運 幸運 幸運 這位姜成浩分享行程 除了來台灣找朋友 一待就是5個禮拜 當然也不能錯過台灣美食 台北內湖這家知名的豆漿店 姜成浩就已經曾經來吃過了5次 而且店員透露說 他會點這一杯豆漿 還有店員推薦這一籠小籠包 以及這間店的其他招牌美食 野生姜成浩多次來訪 在地美食擄獲他的胃 平平大展好好吃 國際軍心林偉裝 穿著拖鞋就出門 簽名合影來者不拒 野生韓哥處處可見 韓哥清明表現在次全粉 拿起筆簽名在機車上 就連到便利商店 還請粉絲喝飲料 來台一趟 韓哥平平大讚台灣Amazing 更推薦玩命關頭 未來可以來台取景 期待有天能出現在電影當中 三弟兄李文宇羅佩 於台北採訪報導 你不可能有騎乎 像我一樣 這是韓哥首次現身電影 玩命關頭東京甩尾 話不多卻極具魅力 讓原本只是一集的角色 成為整個系列重要人物之一 飾演韓哥的江城浩就此月上國際舞台 51歲的江城浩出生於美國喬治亞州 就讀名校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有趣的是電影中他不斷吃零食是為了凸顯 韓哥戒煙多年的習慣 小彩蛋的確讓人物更加鮮明 下了戲江城浩常分享賽車和愛狗片段 看來玩命關頭已經成為他人生中不可或許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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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